我的习惯會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是拖拉加Ctrl 鍵 然後可以把這個名稱把它改成VBA 然後這個按鈕就之前的 所以我把它改 如果你不要重做的話 你就直接在上面按右鍵 把它改成什麼?重新指定那個句集 因為我們不是用之前上個禮拜的那個錄製的 你就可以指向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再重新複製 按個確定 然後把這個名稱delete掉 然後就把它貼上去,這樣就改了 然後再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清楚 重新複製,按確定之後 就把這邊的話重新再改過了 OK,這樣的話大功告成 不過這個是方法一 然後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 你以前會寫公事 你就丟進去,跑回圈,搞定 但是一般的話可能還有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丟公事 而是我今天應該就是VBA處理完丟過來 就直接是一個結果了 而不是說我現在是有點像 這個有點像VBA的算一半吧 他沒有說整個完全都用VBA來幫你做 怎麼樣,做串接動作 而是他是丟到儲存格裡面,是一個公事 實際上背後walk的也是透過這個test 所以這個感覺起來有點像做一半 半套的 不是有點像,他好處是真的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說你要全部 也就是說你輸出結果呢 就是這個裡面沒有公事 而是最終的結果 那該怎麼做? OK,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 程式就在我們雲端上面的哪一段呢? 其實是這一段 門號清除 底下有方選有沒有 就這個 就這三段 我先讓各位看一下結果好了 我先貼上這邊好了 門號有沒有 這個清除已經有了 這一段清除其實可以不用 我把這個清掉給各位看 清掉,然後這邊輸出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呢 跟剛剛的地方最大不一樣在哪裡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 欸 你會發現 這個是最後的什麼 這個就是最後的值嘛 最後我們要的資料嘛 剛剛的話呢 丟過來什麼? 就公事嘛 所以其實這個是比較是 全部用VBA做 剛剛那個只是一半用VBA做 另外一半還是用Excel裡面去幫你 引用他的公司來完成的 OK 那你說到底哪一個好? 我跟你講啦 工作做得出來就都好啦 做不出來哪個都不好啦 OK 所以你也不要說 一定要鑽牛角尖說一定要哪一個 我一定要用最厲害最高級的 沒有那回事啦 什麼事情錯完就好了 誰還管你 老闆還會說你到底用哪一種方法寫的 對不對 誰還會看你的程式 老闆根本不需要詳細細節部分 他要的是結果 要快要正確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第一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還有一段 就是一個Function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剛剛是Sub對不對 這個Function呢 跟Sub有什麼差別? Sub就會對應到是一個按鈕 可是如果是一個Function的話 特別是你在插入函數哦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什麼? 使用者定義 使用者定義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Function名稱叫手機 他就跳出一個手機了 這個手機的話呢 就跳出三個問題 請問你的電信業者是哪一個? 就這一個 所以你給他資料 第二個 你的區碼是哪一個? 在這裡 你的木碼是哪一個? 就在這裡 一、二、三 一、二、三 你有沒有看到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是幫你最後的結果 按確定 你就再向下填滿 這樣也是OK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Function 最後呢 就會自動幫你串接 那這個Function的話 本來有存在嗎? 當然沒有啊 你可以自己把它寫出來 OK 所以這個叫自定函數 OK 所以呢 如果有些函數不存在 你可以自己把它寫出來 當然就看 那你想說 老師那到底按按鈕好呢? 還是用Function好? 其實我也跟各位講 反正你做得出來 提高你工作效果 你哪一種都好 也不用說一支 虛擬說哪一種方法 但一般工作上 我問同學比較多 大概用按鈕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按鈕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就好了 那你Function的話 有時候還是有點複雜 為什麼?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點兩下 它才會自動幫你填滿 而且Function呢 只能夠做一個欄位 一個儲存格 但是你下個可以多個儲存格 多個欄位 甚至多個工作表 Function它這個沒辦法做到 還有呢 Function只能夠改變資料 不能夠改變格式 比如說字要放大 字要變顏色 字要放底色 只能夠用按鈕 Sub 不能夠用Function OK 所以總結一下 Sub好像還是比較厲害的 這是我的心得 至於你們要怎麼用 我覺得這個都不要驅逆 因為我覺得 同學醫師問我說哪個不要 我說這個當然你自己去看 反正你怎麼用 就是看每個人 重點就是你如何提高你功耗效率 把它引進來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我就跟各位看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 這個切到V2B 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兒有兩段 一段是 就是門號後面就沒有底線公式了 而是最後的結果怎麼做 一個是Function 這兩段我先 我先把它Delete掉 重來一下 Enter 接下來的話 再來的話 然後怎麼寫 其實聰明的人 你會發現這個門號 我們還是這樣 我們按部就班 第一個我先輸出一個儲存格 再一個回圈 好 OK 所以第一個我輸出哪一個 輸出到Sales 一樣 Sales的第幾列呢 第二列 所以第二列的依然 好了 輸出什麼東西呢 剛剛是等於雙母號裡面放公式 可是現在我不是 現在我要的東西是在哪裡呢 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前面還加09 所以特別是等號後面呢 就加了09的文字 空一格AND 而且 加上哪一個呢 加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怎麼表示 這個應該Sales的第二列的F 其實 比較聰明的做法 直接拿這個有沒有 複次貼過來 改F就好 那我的習慣比較快的方法 按Ctrl鍵 Ctrl鍵按住拖拉 加Ctrl鍵 這邊改的F 這招可以學起來 我覺得這個寫程式還蠻快的 OK 這樣你可以先寫一段 然後執行 911 為什麼 因為沒有減 所以後面的話 空一個AND 一個減的符號 你會發現這個好像在 以前我們在eSale裡面 寫公式類似 只是說 在eSale裡面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這邊是指哪 也是哪個儲存格 只是儲存格的物件名稱不一樣 有沒有 還有呢 前後的AND 要加空白 其他大概差不多 再來後面AND 加個一槓 你會發現這個就不會是文字 也不是數字 所以零就出來 然後在AND 什麼呢 AND 這個84 可是要變2碼 3碼 我們之前用test 對不對 可是特別注意 那個test是eSale裡面的test函數 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eSale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函數 比如說呢 在eSale裡面用test 但是在VBA 它有類似某一個函數 可是它名稱不叫test 它叫做format 不過我覺得format 好像比較接近 我們要用的那個效果 其實它是格式化 可是 所以像eSale裡面用test 我覺得有點常常都會忘記 因為它明明就是做格式化 可是它取叫test 所以反而放 那兩邊不一樣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說 VBA裡面到底有幾個函數 對不對 eSale裡面插入函數 加列清單 全部250幾個 可是VBA有幾個 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VBA 加一個點 VBA這個物件 點下去有沒有 它所有的函數都會列表出來 其中特別是 它叫format 所以你打一個F O 有沒有 F-O就出來了 format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在VBA裡面有個好處 反而你可以VBA點 全部出來了 ok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後面是要怎麼使用 如果你不會用 交給我一招 你可以優標放在format上面 然後呢 去調用VBA裡面的電子磁點出來 就是有點像官方的說明書 這個不用額外買 它裡面就有了 當然你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function 就是F1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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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就是Call Help的意思 F1按下去 這個時候它就跳出一個說明文件 但是 請問這一條壞掉了 Service Unable to Service 它這個網站好像壞掉 理論上應該是跳出那個 format的說明 不過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微軟的網站壞掉還是怎麼樣 它怪怪的 正常是ok的 F1 可能它這個網站目前是 the size will be moving soon 它這個好像被移 看看 理論上是ok的 因為我之前才按過 大概知道一下 F1 它裡面就會有一些相關說明 ok 正在看看好了 ok 然後後面的話 瓜虎 再來什麼呢 有點用法其實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test很像 就是先放什麼 先跟它講說哪個初春格 然後哪一種格式化的文字 所以哪個初春格呢 這個是G2 對不對 所以G2的話其實 我們可以用sales的話 其實可以拿這個複製過來 改個什麼呢 改個區不就好了 然後後面逗點的話呢 就加上跟test一模一樣 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再後刮弧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ok 只是說把那個test改成format 然後呢 這樣執行看看 有沒有 084出來 後面如果要全部做完的話 也是一樣 有沒有 複製貼到後面 把那個G 改成H 從哪邊呢 從這裡 end 一個-的符號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 複製到後面去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H 直接再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如果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你要回圈 一樣嘛 enter兩下 移到上面 當然偷懶的方法 就把這個複製過來 有沒有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向下追蹤的列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ets 然後把什麼呢 把這一 這一行 移到這裡 並且呢 把它按一個tape 按一個tape鍵 然後記得改哪裡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改會比較簡單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只要改i 這個跟剛剛一樣 可是後面 因為它不是一個文字 所以 直接 不用像剛剛 雙一號 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and 兩個移到中間 這樣改i 不用直接 這邊改i 這邊改i 這邊再改i 好 大功告成 應該是我在做什麼 OK 這樣就是 要會 應該說看得懂 可是問題切換畫面過去 馬上又忘了 OK 不過沒關係這要熟練 至於要怎麼熟練 每個人就自己花自己的時間 好 執行 有了 有沒有 坎錯向下看一下 這樣OK 然後呢 你會發現裡面就是放什麼 最後的結果 而不會是公式 跟剛剛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丟公式 一個是丟結果 那懂的意思 只是說 到底 什麼時間點 用哪一種方法 比較OK 這個可能要思考一下 一般使用 剛剛丟公式 會是比較簡單 因為你不用去思考說 你要把Excel哪一個函數 轉成VBA哪一個函數 對不對 因為有些地方你也不會 怎麼辦 沒關係你會丟公式就會 就好了 你只要本來寫好的公式 直接用VBA馬上可以套 再來的話 這個可能會稍微難一點點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有一個部分轉換就是說 你可能要把TEST這個函數 找到對應的叫Formate函數 這個關係你可能要知道 否則的話你也沒辦法就是 把VBA直接輸出的這個程式寫出來 當然就了解一下 反正這兩種都是用VBA撰寫的兩個方法 OK 至於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當然就是看你工作來用 OK 我用就好了 我是建議的第一個 一定要寫對 一定要寫對 慢一點沒關係 OK 第二個的話 慢慢你要提升 除了要寫對之外 還要寫得夠快 不要躺在那邊想半天 剛開始也許你沒辦法打那麼快 因為你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結果 照著打沒關係 然後盡量先把它熟悉 未來我們後面很多範例 其實寫來寫去都是同樣一套東西 只是說解決的問題不一樣 然後我會用其他的範例慢慢 反正一直重複 就是讓各位至少 可以把VBA的基本的這種概念養成 然後也可以自己寫出一些簡單的VBA程式 用在工作上 並且能夠真的提高工作效率 試一下